大家好,我是曹玉婷医师 6个月至5岁的小朋友 可借由接种疫苗获得更好的保护力 完成疫苗接种后,请在接种场所休息15到30分钟 确认身体没有不舒服,再返家 家长可以在接种现场扫描Taiwan V-Watch QR Code 协助家长掌握小朋友接种后的身体状况 提醒就医,并了解接种后常见不适 请家长于接种后持续留意 幼儿接种后常见的副作用包含躁动、哭闹、嗜睡、发烧 如果出现较严重的副作用 像是呼吸困难等疑似利己性严重过敏反应 活力持续不佳或发烧超过48小时等症状 请尽速就医 请洗手、戴口罩、持续落实防疫好习惯 守护家中宝贝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大师的外甲恒 今天是8月3号礼拜三 今天台股最后是涨29点 厉害了 这个盘就厉害了 盘中我是有在看盘 可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你跟我一样的结论就是尾盘干嘛这样拉 尾盘就拉上去 拉上去就是拉台积电 对不对 好像也没有拉到观众朋友你的股票 今天你要仔细下去看 其实今天它盘面上 有蛮多的美国 我不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也许你在担心说什么 等一下裴洛西就 离开台湾了嘛 她去韩国 那这个老太太去了韩国之后呢 搞不好明天南韩股市会大跌 不一定 搞不好南韩是神救援又拉上来 我看到今天韩国股市 我先讲韩国股市好了 韩国股市今天是大涨 大涨 大涨一%多 结果呢 我们是拉尾盘 这是算偷袭 算偷袭 那不管 反正我们就是看结果 那这个裴老太太来这边呢 早上呢做了一些活动嘛 对不对 他不可能来只在那边吃饭嘛 所有的新闻都在报他们 那不意外 你懂什么 就是说 你不要很意外说媒体焦点都在那边 可是我在看的是什么 我在看的是 明年开始大陆要军援 台湾周边有六个地方被围起 被围起来军演 你万一是飞航器 要不是航空器什么的 船只到那边 被打到那边不管了 好像他那个演学区域超过台湾中线 我不知道你怎么感觉 也许你是觉得说 跟一般的年轻人不懂事的 还在那边说好棒棒啊 来打我们啊 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事实的状况应该不是这样 事实的状况应该不是这样 你像我们这种有一点年纪的 真正记者访问我们说你当不担心 我说 其实坦白告诉你我非常担心 我非常担心 那最近的焦点就是这半年来都是俄乌战争嘛 你看喔 俄乌战争是2月24号开打的 可是你要去想 我不知道你记忆力好不好啦 之前俄罗斯的部队就是在白俄罗斯那边做演训 对不对 做实弹射击什么的 那我们台湾的记者也去访问 我们岳阳连线一下 我们台湾人在乌克兰那边的那个 乌克兰的那个活动啊怎么样 有没有受影响啊 听说那个人还在那边娶了乌克兰的美女当老婆 然后就访问说啊这个没事啊 我们那边过得很好啊 生活很富裕啊 你看物价又便宜又去他们超市看 他们真的是生意都很好 结果咧 问他们说会不会开打 他们说不可能啊 不会啦 结果咧 下场是什么 下场就是开打到现在 打了100多天 打了 打到现在快半年喔 打到现在快半年了 所以你担不担心不重要 因为有时候事情的发展 不是我们预算的预料的那样啊 我为什么要指那个新闻媒体 我不知道你记忆力好不好 我就记忆很深刻 就是刚好半年前嘛 开打前我们记者就是让岳阳访问 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个动作就是 做最坏的打算喔 你像我们这个算中产阶级啊 不要说中间分子啊 社会上的中间分子 其实我们是非常担心的 只是我们不敢讲得很明啊 说啊我都不怕啦 你今天不怕吗 你真的不怕吗 你看喔今天的量 今天不管它怎么震啊 最后拉抬我们看结果是涨 可是你去看 今天的量只有1700亿 对啦量小空空遗恨 没有错 这个我承认 大部分的技术面的消息就是这样 可是量缩下来之后 也代表什么 市场没有追加力道 或是说大部分的投资人还在等 因为整个利空并没有完全消化啊 对不对 裴老太太她今天下午她就去韩国啦 对不对 她去韩国了之后 台湾呢 我们要自己去面对对岸中共的演习耶 是不是这样讲 所以有时候我们把事情的层面把它看广 看深一点 我是不担心我自己啦 我讲实在我是不担心我自己啦 我担心的是 我家里没有小孩 他们是无辜的 对不对 你该不会认为她是无辜的吧 她是无辜的喔 是吗 她是无辜的吗 我不知道 对不对 两岸为什么现在搞成这样 她这样演习的包裹下 我们台湾是整个被封起来的耶 船几乎不能出去了耶 你不知道吗 你看不出来吗 现在那个媒体都不敢讲得很清楚喔 其实他们就是在练习封锁台湾啊 不是吗 那种演习法 分六个区域来演习 所以我是告诉你喔 你看我节目我给你不一样的思路喔 你要去想喔 不一样的思路 接下来你要怎么做 对不对 你不能什么 该考虑的你都没去考虑嘛 对不对 我这两天没有买股票啊 我就在看啊 昨天大跌我也很心动啊 哇今天拉尾盘 我也很心动啊 但是观众朋友 你要去了解的是 你很心动的结果是 整个市场有都很心动吗 好像没有喔 好像没有喔 所以你的自己格局要拉大喔 如果接下来还有压回来的机会 你可能再做动作 或是说再来考虑一下 我觉得都很合理 我觉得都很合理喔 包含今天 台币今天已经连扁了三天超过30了 今天央行总裁终于出来讲话了 今天央行总裁出来讲话了 两个月联准会升息的六码 我们总共升息半码 这样叫外资怎么全钱摆在台湾 我搞不懂 他也没讲 他说啊没问题啦 外汇市场很平静啦 没问题 欸 居然讲没问题 我这不知道他的信心是哪里来的 對不對 就像你现在媒体如果说去跑去大街上 去西门町那边大街上 问那些年轻人说 哎呀 那万一对岸有没有机会打过来 意思是一样啊 他们就说不可能啦不可能啦 对美国会保护我们 美国干嘛保护我们 我们是美国第51个州吗 见鬼了你 美国为什么要保护我们 凭什么保护我们 对不对 对啊 那大家观念要想清楚之后 你就发现说 你好像原本固守的那个执念是 是可以被推翻了 是可以被外界客观的现实所推翻啦 所以央行总裁今天出来讲话 包含今天财政部长也出来讲话 对不对 当然啦 农委会主委那个陈先生 他又急急忙忙的 啊我要开记者会 哦我要怎么样 啊我们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又被禁卖了 啊什么什么 人家大陆又不买了 每天都急急忙忙的 急救张啊 你就看那群人就是急救张 他完全没有配套措施 那我问你哦 如果大陆单方面取消ACFA 台湾会受到什么影响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现在还有ACFA哦 那还是马英九那时候留下来的哦 诶那个德政还留到现在 那个是德政哦 那如果对岸取消ACFA 你敢这样玩吗 我盘障拉很神啊 我知道啊 我不是给你唱衰哦 我是告诉你 你要有不同的格局跟思路哦 那个你的思路跟格局不不一样的时候 诶 我们三观不合真的是浪费口舌 你自己要去看哦 今天 财经官员出来喊话 为什么 要立抗中共的军援 对不对 蔡英伟也出来讲话了 他出来讲话是跟佩洛西讲话 那关股去互助台积电这支大牛 那其他股票呢 我告诉你今天盘面上面最大的疑问 疑虑就是 高卷之笔的股票 跟网通股 网通股最没有问题哦 都在补跌 今天高卷之笔的股票都在补跌 这个华讯 这个高卷之笔 在补跌啊 152是梗鼎 这今天也变跌了啊 对 补跌啊 威胜也在跌啊 威胜也跌啊 2498轰拉店 这个都属于高卷之笔股票 通通在补跌 那网通股就不用讲了 昨天我才在想说 这个网通股值不值得投资 你看重期 大跌 对不对 明太也大跌啊 明太也跌啊 3380 打错了 也是跌啊 包含我们看好的 语字也跌啊 他都有一些筹码 开始不安定 会怕 为什么会怕 因为他看到 老师看的那个 这个演习 虽然说三天四天 对不对 会不会变常态性啊 我们会担心啊 我们会害怕啊 对 所以今天成交量会很低啊 整个整个极度的量缩啊 当然尾盘拉上来 当然 我们必须得给这些 神风特工队 给他拍拍手说 真的很厉害 但是你要去想 成交量激动 是不是大家都在看 大家都在看的结果是在看什么 看 接下来中共怎么制裁我们台湾啊 因为这 因为我们这群塔律班 他是讲不听的啊 他是无所谓的啊 因为 中共这个时候越打压我们 对于他的 年底的县市长选举 他更有利啊 因为他什么政见都不用 他就一句话抗中保台 他们又赢了 我跟你讲 他们又赢了 那关键是什么 你那么蠢吗 我没有 你有没有很蠢 没有啊 那我也没有很蠢 对不对 口号可以救台湾吗 我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你 花个时间去开始观察 个股的财报 现在都在公布了 现在都在公布 而且要公布7月份的营收 所以我觉得你要花时间去 冷静下来 做一下这个功课 好不好 直接关系我们先进广告 全球的情势正在大转变 你准备好了吗 小资翻转188专案 帮您翻转您的人生 您的财富 翻转专线02-8511-3366 02-8511-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顶顶投顾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 座位画设人行道 记得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趕时间 没车 冲啊 不近100公尺范围内 有行人穿越道 人行偏桥或人行地下道设施 不得随意穿越道路 如果在无行人穿越设施之交叉路口 应在人行道延伸范围 停止限制路源范围 或路源延伸线往路段起算 三公尺以内范围穿越道路哦 遵守行人路权 路口大家安全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欢迎您再回到现场 各位观众朋友 那观众朋友 你刚听到我上半场的解盘 你会觉得说老实安你怎么那么悲观 台湾好像也不会走到这个程度 应该也不会啦 其实我们当然是希望不会 可是有时候 这金融市场就是非常敏感 就是非常敏感 大家都认为不会嘛 就像我刚刚比喻说乌克兰那时候开打之前 他们也认为他们不会嘛 没必要嘛 没必要打仗嘛 我觉得最后还是开干了 打了半年 所以你要去想哦 接下来怎么做 对 也许这边压回是一个机会 也没有错 因为集团谈了一千点嘛 那你短线上压回 我觉得这是政治性的利空 应该是这几天反映一下而已 可是我们在做分析人员的过程中 我们是做分析师的过程中 我必须得跟你分析最坏的情况嘛 对不对 你看现在全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除了那个小朋友不懂事的 或是说那个老大不行的 你你仔细去想 有如果像我们这种有受过教育的 满18岁以上的 其实我们心里面不愿意去面对的是什么 不愿意去面对说 万一真的他们打过来了 我们怎么办 拿什么跟人家打 有东西吗 应该是没什么东西啊 应该是没有什么料跟人家打 所以你不能说什么这两天 老师我跟你说这两天你都在观望 然后叫会员观望 对不对 整个局势还没有扭转 我说叫你观望是为你好 你要这个意思喔 不是说今天 老师今天长龙没有涨啊 没有涨 没有大涨啊 那个政府好像不护盘 你到底懂不懂 连全世界最大的航商叫马斯基 马斯基早上发一个财务预测 第三度喔 他是第三度调升全年的获利评估 全世界所有的什么券商啊分析师啊 什么产业研究员都说什么 下半年啊什么航运的价格会下跌 怎样 狗屁 人家航商最大全世界最大的航商 第三度调升今年的财务预测 他已经调三次了 朋友 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要嘛就是马斯基的财务长 CEO说谎 要嘛就是 你还真的不试货 你懂的是喔 如果 你看喔 长龙上半年 上半年如果出来赚个四十块 他去年也才赚四十块 今年再上半年就赚四十块 你觉得这个股价怎么样 所以喔 有时候你 当你在等机会的时候 你是在等这样的机会 准备买 准备享受这一段呢 还是说等到喔 拉上来 你才要去买在这里 这就看你 我觉得那是看你的态度 并不是说 人家没有帮你 或是说你不清楚 其实很多人都在看 他手上不是没有钱 他只是担心啊 该担心的他没有去担心 不该担心的他就担心一堆 对不对 你该担心的去担心嘛 不该担心的你就不用担心啊 是不是 他说万一打过来 喔那个有钱人没钱人 都是一样的状况 我说 谁跟你是一样的状况 人家很多有钱人都有双重国籍 以下飞机搭了 撤侨专机搭了 他人家就走了 是你有关系吧 是我有关系吧 我没有双重国籍啊 对不对 政府有没有派军队特别保护我啊 是不是这样讲 所以很多东西喔 你不要自己 往自己脸上贴金喔 没那回事 你想办法让自己成为 变成最佳状况 变成最佳状态 昨天我跟你分析过啦 刚刚那张图卡就是代额嘛 代额砍单 为什么砍单 我早就跟你讲 这些厂商都是看坏嘛 那当然只有台积电说好 到底情况是怎么样 我不太清楚啊 后来台积电是一路跌嘛 跌到433嘛 那这波反弹上啊 今天又占回500块啊 很棒啊 我觉得他也是够神勇 那够神勇 你们老师有没有这么神勇 688跟你讲说台积电添价 我不了解啦 因为很多人喔 他会透过很多关系啦 甚至透过我们助理啦 来问说老师 你怎么看这次台积电 我跟你讲喔 这次台积电433 谈到这边喔 这边正一下比较好啊 正一下之后 再有机会做A B C波啦 那A B C波的话 C波的终结点 到了时候你要记得卖啊 你要记得卖啊 我还是建议你要记得卖啊 当然 老师啊你要不要给我算一下C波 你B波都还没结束 怎么算C波 你真的有些人真的是状况外 好 接下来市场是这样 92座 92座 那这不是我写的 这是人家英国经纪人学人杂志写的 不是我写的 人家统计的资料一定比我还更准 我不会去凭空捏造一个晶圆厂要盖嘛 所以人家已经估算喔 那个英国经纪学人杂志报导 未来有92座在建 在建或是准备要建 所以你这边你要特别注意 包含我必须得讲这个喔 你的成熟制成的话今天就是 昨天是世界先进嘛 世界先进开法说会 他说库存要调整啊 不是四季啊 他的全文是二到四季啊 就是要调整半年 但他的驾动力还是百分之百啊 可是这一季第三季可能就下滑 下滑没有到百分之百 就是说之前大家都是追单嘛 然后塞单嘛 拼命塞嘛 所以他的驾动力啊 也是机器的转换啊 机器的使用率是百分之一百 那个叫驾动力 可是他昨天开法说会以后 他说驾动力会下滑 下滑大概10%至13% 可是你去看喔 人家没有说谎的情况下 今天开低就是走高 那你去看他今天卷值比这么高 大家一路空下来都有赚嘛 53% 那他怎么赚钱 他非常赚钱 他上半年赚5块 5块4毛8 投资朋友 177 177跌到60 66块 终于直稳 可是我是觉得说他 他这边如果直稳三天的话 有机会打一个W底 有机会打一个W底 因为这边券当太高 券当太高 他有机会打一个W底 所以这种股票 反而低档 他公布他该公布的利空 这种反而你要注意 但我没有在会员操作 我只是告诉你说 今天我看到这个新闻 我们要去看 什么厂商他公布真实的状况 他讲一个真实的状况出来 对不对 就像我刚刚也跟你讲说 如果马士基是三度调升 货贵航运股 他们自己马士基他们的获利 那我觉得我们的机会就很大 我觉得我看好长龙 我觉得我们的机会就很大 你看这大盘中错呢 他也是在那边小回檔一下而已 小回檔一下而已 你看这个季线半年线都还那么远 对不对都还那么远 我是觉得说我们 我觉得啦 还蛮有机会的 再加上我的分析基础 我去看他的整个市值的表现 根本就是太低估 我是觉得说是低估 那当然你可以用其他的角度来看说 那个可能不好啊怎么样 有人讲好 有人讲不好 那你自己要去分辨说 你要相信哪一边嘛 对不对 你要相信哪边 你支持哪边嘛 你支持我的你来找我嘛 你支持别人的 OK啊你甚至可以放空 你甚至可以放空 我这个人就很公开了 你也可以去放空 这市场反正是 有人做多就是有人做空 所以我是觉得说 接下来你要去注意 接下来外资怎么做 借券要不要补 好不好 祝你大传 我明天见 好 好